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1月11号 星期一 都是一一一一一一 万豪国际和兰顿等协会开始停止了政治捐款 不过这一次来讲 我们就看了一下 也不光是对共和党的议员有压力 对别人也都有压力 民主党现在这么搞 真的是伤敌1000也是自损800 现在他们就是说要求一些政治捐款 很多美国大企业不都会搞一些政治捐款吗 他们要求这些大企业要停止 给对总统大选结果提出挑战的共和党籍的议员 进行政治捐款 那么国际连锁饭店集团的万豪集团和美国医疗保险业的 这个叫蓝十字蓝顿协会 它里面有多家企业都宣布了 要停止在政治捐款 给1月6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中 对总统大选结果提出挑战的共和党籍的议员 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外面这帮人当成什么样 跟国会议员没有关系 国会议员我正常的 就是说我能够提出挑战来 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和义务 我应该监督选举 你不能说我监督选举之后 你就开始整治我 现在然后从金元上 给我们县市金元 大家就知道在美国政治选举的话 是需要一些经费的 这样来了之后 他们就等于需要政治经费 这样就逼他们的 就是说退出 现在要把他们 国要把他们开除 但当然开除不好开除 因为并有人是民选官员 现在就冻结他们的财产 等于就变成一种政治迫害了 就是说你支持我 我就给你钱 你不支持我 我就迫害你 这还叫美国吗 这成什么了 这不成了一种 这跟老毛那时候 有什么区别呢 对不对 然后摩根大通银行 人家干脆就是什么了 摩根大通 现在暂停所有政治捐款 摩根大通集团表示 川普支持 攻击国会之后 他们已暂停了 所有的美国的政治捐款 未来六个月 就未来半年 将停止 对所有的任何的政治人物 提供政治捐款 民主党和公共党都一样 就说我们受够了 你们这帮政治人物 感到太糟糕 太脏 太恶心了 我们谁得不给了 我们不给钱 你们自己去玩去买 知道吧 就是说真的是有一点 其实我不知道民主党 为什么认为 就现在来讲 都认为是这么多责任 他自己玩的这么脏 这么难看 他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责任 大选搞成了这样 就是说你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你不能什么交代都没有 就是说你就一句话 大选没问题 是绝对安全 绝对可信的 你们就得相信我 大哥 你把游戏选票 都给粉碎了 你把投票机都撤了 你把内存都删了 我们怎么相信你 你最起码 你把票拿出来 我们再点一遍 我们看看是不是 对不对 你唧唧唧唧 票都粉碎了 你也不让查 就必须我们相信你 我们不相信你 你就整治我们 我们不相信你 我们就是叛国者 你现在就代表国 你跟习近平差不多 你发现没有 跟习近平似的 习近平现在也是 就是说只要习近平 不管做了什么 你看这个任志强 就觉得习近平做的不对 你只要反对习近平 你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 你反对中国共产党 你就反对这个国家 你反对这个国家 你反对这个国家 你反对这个人民 你就反对 你就是恨华仇华 就是说他已经跟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整个人类绑定 他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反对习近平 你就是反人类 你知道吗 现在民主党也是这样子 你反对民主党 你就是反对习近平 你知道吗 你就是反对美国 你就是仇恨人类 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觉得摩文大宗做的 对 就你们太有革新了 我们不给你们捐款 你们自己玩去 我真的不知道民主党 为什么 从哪来的自信 他们觉得自己 跟着白莲花一样 就因为你们贺锦丽 像朵莲花 天天笑的跟朵莲花似的 不过怎么着 反正 大家反正可以看看这个事 对不对 现在真的就是赶尽杀截 不仅是对川普 对所有的支持川普的议员 那么后面还有谁 大家要想一下 所有我们曾经这些老百姓 我们支持过川普的 以后我们是不是都要遭到清算 现在连美国总统 都没有言论自由了 后面还有谁能言论自由 今天他干嘛 美国总统删了 明天还有谁 他不敢删 对吧 这么搞下去 真的对吗 这是什么一共产主义共和 这不是 1984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他写的1984 这不整个就成了老大哥在盯着你了 对不对 现在拜登成老大哥 老大哥盯着你 对不对 你说的只要跟老大哥的 不一样 老大哥就弄死 你就整死你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谁是独裁者 天天说川普是独裁者 对你们干的 这不是你们干的 你们干的跟习近平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现在拜登跟习近平还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习近平养了一条狗 对不对 算了 这期镜头热里吧 谢谢大家